福斯入侵乌克兰迈入第20天 首都基辅 卡尔可夫等各大城 持续遭到俄军空袭 一天内传出了数十位平民伤亡 还有美国福斯新闻一位记者受伤 而乌东亲俄的盾内茨克地区 也声称遭到乌军飞弹攻击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双方边打边谈 但昨天登场的第四轮会谈 因为沟通困难而暂停 预料今天将恢复谈判 监视器拍下 一枚炮弹落在大马路上 瞬间冒出火光 烟雾弥漫 民众见状赶紧退后 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点左右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遭二军空袭 一辆公车和一辆轿车被炸成废铁 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六人受伤 炮火还波及一旁的民宅 家园变成废墟 幸运生还的民众仅仅相拥 清醒能逃过一劫 第二大臣卡尔可夫 同样也被炮火攻击 一栋四层楼公寓被炸得面目全非 地下瓦斯管线也被炸裂 现场不断穿出火蛇 传出人员受困瓦力堆下 消防队员紧急救援 附近一间学校也遭二军炮击 一名15岁少年被炮弹碎片波及不幸身亡 乌克兰西北部罗夫诺州 一座电视塔和附近一栋行政大楼 也被两枚飞弹击中 导致电视和电台停播 还造成至少9人死亡 9人受伤 巨大飞弹残骸掉在大街上 轻热的盾内磁克声称 遭乌克兰军方发射飞弹攻击 目击者指出 当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 这枚苏联时期的原点U短层弹道飞弹 不过飞弹碎片自射 依旧造成20人死亡 28人受伤 俄军仰言展开暴覆 摧毁乌军废弹设施 乌克兰西北部罗夫诺 预计判施行政大楼 在设计判施行政大楼 保护工厅的公共团 乌俄持续激战 但双方对话也没停过 第四轮谈判14号登场 不过乌方谈判代表表示 双方政治体制差异太大 导致沟通困难 谈判已经技术性暂停 预料15号恢复谈判 俄军持续朝基辅逼近 攻势表面上看似伶俐 但美国五角大下指出 俄军已经好几天停滞不前 美国陆军前欧洲司令 霍奇斯更直言 俄军兵力短缺 补给跟不上 将在10天内淡尽粮绝 陈维任编译